好那继续那下面呢我们要改一种情况了 那改一下了 当你有两台路由器的时候 那这时候这个PC到底使用谁作为你的网关 能听懂我意思吧 用谁哪台路由器作为你的网关 因为这两台路由器的话呢 他都可能会有什么 都可能会有这个前缀的对不对 比如说这是2001冒号冒号1 -624 这是2001冒号冒号2冒号4 这都无所谓了对吧 那这时候呢PCR4使用谁作为网关 猜测一下了谁啊 猜测一下应该是谁 先到 对应该是先到的 跟我们那个DLCP虽然很类似对吧 那DLCP在申请地址的时候 先收到谁了就是谁 对不对 除非你通过配置来 决定我只要这个人的 其他人的发给我都不要 这是可以的 否则的话呢是不行的 那听懂我意思吧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效果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那同样道理 我把R4呢先删量掉对吧 R4先删量掉 然后在R1这一块呢 我们default interface以太0-0 interface以太0-0 IPv6address2001冒冒1 这个-624 然后呢 IPv6addressF180冒冒1 linkloco啊这样好区分 要不然的话你看那个 后面那个呃 麦克地址生成的那个 你不好区分对吧 以太0-0 勒斯达IPv6addressF180冒冒2 linkloco 2001冒冒2-624 那首先 他们的前缀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2001-64这个前缀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吧 他们前缀都是一样的 下面一个就是说做用用谁做网关的对吧 啊 同样道理 debug ipv6 这个nd packet smp 其实不喜欢debug的那么多 好 那我来吧 用多试点 ok ok 好 下一个 对吧 好 我来看一下啊 首先他是以谁做为 网关的 谁 是 是谁啊 是我们的这个阿一吧 对不对 那我们到上面看去 他收到收到哪个应该是 ra吧 是不是ra 对不对 看看ra 还是什么呢 ra 找一下ra 发送sand na 这个是linkloco地址的 dl检测 发送rs 对吧 请求 然后呢应该接收 接收ra 是从哪出来的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后面应该还有ra 有没有接收reserve 我们转一下啊 慢慢转一下 reserve 哎 怎么没看到第二个呢 这不应该啊 这个是ra1的 对不对 哦 这个这个有可能是r上面没敲那个 没敲rpv6 interface 没有敲rpv6 interface 没有敲rpv6那个叫什么来的 unicastroti 他不是那个 哎 你看他不是的对吧 没发ra 对吧 ok 这不得没看到呢 先收一下 show ipv6 interface 0.0 啊 现在ok interface 1.0.0 unicastroti 哎呦 服了 debug 我开了 哈哈哈 其实 只要看debug packet 就行 行 这样来了 走 啊 看一下 以谁做 还是ra1对吧 还是ra1 找一下 这是ns diD检测的 na 他从rs 收到ra 这是从ra1收到的 有没有receive receive receive ra1 从ra2收到的 ra2收到后来的 对吧 后来的话 那我就不认你做什么 不认你做 这个网关 认别人做网关 这能听懂我意思吧 啊 认别人做网关 好 这块有没有问题 这有没有问题啊 就是说 先收到谁的 谁就是我的网关 好 第一 先收到 的ra 对吧 先收到ra 的这个设备 那个录音器呢 作为网关 第二 如果这台设备档子怎么办呢 这台设备档子怎么办 我们会不会拿ra2做网关 会不会拿ra2做网关 而且档子的话呢 有几种 一种呢 是接口设档 对吧 一种呢 是什么呀 什么拔线的 还有设备坏的呀 充其呀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啊 那如果说 这个 这台设备黄了 这时候会怎么办 我来看一下啊 看下 大概过一下 好 debug ipv6 nd package 我到ra1上面也debug一下 debug ipv6 nd package 好 他给他就不用了 我把ra1给下单料 对吧 因为自动配置地址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一个事 就是说呢 自动配置地址的时候呢 他这个地址呢 都是有这个可用期和首选期 对不对 这个呢 是什么时候会重置啊 是收到一个ra 他会重置回原来的那个时间 收到一次ra 会重置回原来的时间 这没问题吧 这个没问题了哈 然后的话呢 那这个时间是多长呢 这个默认是一周 有效期呢是一周 这个是一个月 一个是一周 一个是一个月 那你看 这个 这是一周应该是 对吧 计算器 计算器在这 对吧 那这个时间 时间 时间 除以多少 除以3600 就是一小时 再除以7 除以24 一天24小时 7 对吧 这个呢 应该是30天 这个应该30天 就可用 可用期呢 应该30天 除以多少 除以3600 再除以84 等于30天 看到了吧 哎 然后的话呢 那有个问题 那我这台设备如果当了 知道吧 我们看他会怎么办啊 吃了 翻过 翻过 明天在r 什么也计划给你看 好 当我们接口当的时候 他会发一个什么 remove 什么什么 router 等等 哎 圣诞 圣诞 圣诞完了以后呢 他应该会发一个 就是 叫做final RA 就最后一个RA 告诉 下面连接PC 兄弟们 我走了 对吧 告诉 他们 我走了 在这个里面呢 是什么 发送这个RA 这个里面有什么 信息吗 哎呀 这个里面都是 I tried to delete nound the unlink RA 里面 里面好像没有 没有什么信息 就是一个finalRA finalRA的话呢 要抓包才能看出来 跟之前的RA 都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看看这边啊 阿四 看阿四 这个debug信息 我们找receiveRA 这是普通的RA 再找resale resale在哪 resale i resale i resale i 可以再一起 好 有没有 resale i resale i resale i 好 在这儿了 你看阿 zero lifetime 就是把lifetime 就是把lifetime 设成了几 设成了0吧 对吧 那这时候呢 我看到一个前缀 它的lifetime 是0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我就会把这个router 给delay掉 对吧 router delay掉 然后呢 什么free router 等等 select new default router 哎 它怎么知道有一个 这个02的 那挺有意思啊 它知道有一个02 你看到没 它直接就使用这个02 作为它的 作为它的这个default router 是吧 那直接使用02 作为它的default router 那应该有一个地方 它是保存这个02 这个信息 对吧 好 当网关消失 网关 消失之前 对吧 会发送一个 会发送什么 final i 这个final ia就是 所谓的叫做lifetime lifetime 对吧 等于0 对不对 那接收到 设备接收到以后 pca接收到 finalia以后 会将 墨入路由器 改成另外一台设备 对吧 会将 default router 就是所谓的网关 就是所谓的网关 对吧 default router 改为另外一台 改为另外一台 逻辑 改为另外一台 逻辑 好 这边没有问题 这就是最基本的 啊 最基本的 pca接收到finalia以后 会将default router 那有个问题 那有个问题 default router 它在哪存呢 它有个问题 pca0-0 那还有 还有其他的吗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 叫做 有一个这个时间 叫做 nd reachable timer 30秒 这不是 应该不是这个 有一个问题 诶 当然它哪里 传的一个这个呢 好 那我这台设备在恢复 这台设备在恢复的话 它是不是又会发这个RA了 如果发RA以后 那我们阿四 会不会再把它做为 我们default router 我个人感觉是不会的啊 但我们看实际现象 我个人感觉是不会的 因为什么 就是R已经工作了 对吧 已经工作以后 它也没当 对吧 那这么看到 确实没有 对不对 确实是没有的 但是它应该有一个地方 存了IE的信息的 对吧 show ipv6 这个 啊 对 应该是有一张表 保存的这个信息的 prefix 看一下 pd default 这不是 这前队 这不是 什么在请求意思 嗯 什么在请求意思 把那个 不是 它有地址了 它就不会请求了 有地址还是请求干嘛 它不会请求的 对不对 它没有地址的话 才会请求 是不是 那我们这边呢 可以看到它是拿R做了 一起来以后 它没有换 这也很正常 可以理解 对吧 但是就一个信息 它在哪保存呢 这个 show ipv6 neighbor 难道是这个啊 难道是这个啊 信息 我看看 有没有detail verbals detail 没有 看不到这个信息 没有 看不到这个信息 方便 看不到这个信息 没有信息 那回头再说了 好吧 那回头再理解了啊 但是你最基本的 你知道 当你的网关消失的时候 他应该会发一个final r a 告诉下面的pc 给换 如果不告诉的话 那很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不对 你一直拿它当网关 那这台设备 不在了 你还往那发 那肯定是deward的 对不对 是吧 所以说这个final r a 这个设计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不对 final r a设计比较不错 好 最下一个 换一个吧